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特别节目直击乌克兰 我们一同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 8月17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16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第十届 穆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时发表讲话 普京批评佩洛西访台不单纯是某个不负责任政客的鲁莽行为 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挑衅 普京还称 美国试图维系世界霸权地位 西方将其国内矛盾和问题归咎于俄罗斯 中国 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 普京还提及西方正推动北约等军事同盟体系 打造亚太版北约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王文斌表示 中方对普京总统的表态给予高度评价 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以来 有170多个国家发出正义的声音 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王文斌指出 这位记者提到的普京总统的最新表态 是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的体现 也是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一贯相互坚定支持的体现 中方愿意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共同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当地时间8月17号 一架安24型飞机在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降落时 发生紧急情况 恶劣天气导致一侧机遇与地面碰撞并且折损 同时起落架也发生了故障 索性飞机顺利着陆 机上有4名机组人员和44名乘客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俄乌战火持续进入第6个月 西方媒体指控俄罗斯利用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 进行对外宣传 由于西方的应对无力 俄罗斯正在真正的战场之外拓展其影响力 据悉 俄罗斯媒体 今日俄罗斯西班牙语频道的脸书主页 拥有1800万粉丝 超过其英语频道 或者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西班牙语频道 今日俄罗斯发帖之后 会将流量吸引到该机构主要的西班牙语新闻网站 基层慈善组织阿瓦兹分析称 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周内 今日俄罗斯在当地相关帖子关注度大幅飙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7号报道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 和2021年7月相比 日本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规模下降了约65% 此外 日本同期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的规模下降了约26% 报道称 今年6月 日本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规模缩减至零 今年1至6月期间 日本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规模同比下降了21.7% 资料显示 日本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匮乏 进口石油的4% 进口液化天然气的约8.8%来自俄罗斯 今年5月9号 日本首相岸田门雄表示 日本原则上会禁止进口俄罗斯生产的石油 称七国集团的团结更重要 7月岸田称 会对俄罗斯石油交易价格设限 使其降至目前油价的约一半 对此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威杰夫回应称 如果日方采取相应的举措 日本企业将无法参与俄罗斯远东萨哈林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项目萨哈林2号 好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特别节目直击乌克兰 有关乌克兰危机的最新进展 欧洲卫视还会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待